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今天是感恩节 所以我们在这儿先跟大家祝感恩节快乐 火鸡节快乐 今年其实大家都知道 因为疫情的关系 感恩节已经和往年的正常年景的感恩节不太一样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参考洛杉矶时报一个文章 这个叫Ariel Paul 这是一个洛杉矶的一个算是一位歌手 同时也是一个作家 而且又是一个博主或者是网红 他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他对今年感恩节变得冷冷清清这件事 他的一个看法其实觉得挺有意思 而且我相信在不少人的心中 大概也有这种共鸣吧 对 这个人我们可以想象 他既然是又唱歌 又写文章 又出席各种活动 我们本能地以为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喜欢社交的人 一个非常外向的人 而且感恩节我们说是一个美国独特的节日 所以大家在一起聚起来也是非常开心的 我想每个人这方面都知道 感恩节朋友和家人快乐乐的在一起 他这个文章一开头 他就是说今年的感恩节由于疫情的原因 将非常的不同和往年 然后第二句话一转 真让我松一口气 大家本来你以为他会说好孤独啊 因为他妈妈什么之类的他爸爸都在嘛 对不对没法去 朋友也没法去多么的孤独啊 没有他马上一转头 接下来第三句话就点题了 他说因为在那个喧闹的前后 有劳累和失落 之前有劳累准备嘛 对不对 忙活我们叫做忙活 完了以后 人去悟空 不管是在人家家还是在你家 尤其是在你家 人走了堆积如山的那个碗碟 剩的那个吃不下的火鸡和各种各样的剩饭 然后你要收拾这个 同时呢 刚才那些喧闹和那些喧嚣的声音 突然之间变成安静了 然后你开始收拾 这个时候没有失落才怪呢 这样吧 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失落 那他在这个意思之上 他怎么就打造了这么一篇文章呢 那这个里面有什么可说的呢 他接下来就把这个就隐身了 隐身了向两个方向走去 他这个文章 一个是提醒我们说 疫情让我们所有的人突然之间放慢了脚步 我们的生活被逼着改变了 这是第一个他要讲的 第二就是我们必须得承认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内向的人 有一种叫外向的人 而内向和外向和这个人唱歌跳舞啊 在公众面前讲话呀 没关系的 没错 所以我们就看看他这个 我真的觉得一定会有很多人有同感 我也有同感 对 这个事啊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说你仔细想想看 在感恩节 其实不说感恩节 咱们就说这个华人经常聚集的什么春节啊什么的啊 中秋啊 这些节日吧 如果在一起的话呢 好像挺热闹哈 大家都很热闹 但是今年呢 突然这个热闹气氛没了 因为既不能在一起出去相约着吃饭 又不能在一起 再到谁家去什么打个牌打个麻将 都不行了 这怎么办呢 这个以往的这种庆祝的活动 喜庆的这种聚会全部取消了 再加上感恩节圣诞年期间还没法坐飞机 当然有人坐了 不过大部分的人还是选择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整个的节奏生活的节奏就改变了 其实今年我们被改变的太多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这个只不过是在年中的时候又多一项改变 那么他就说了 他说实际上呢是这样子 就是说他仔细回顾一下 他有几个麻烦 第一个呢就是说 他刚才为什么说松口气呢 他是这样 他说我和我妈或者是家里头有些人呢 是全素的 他们是吃素的 但是在美国的感恩节呢 如果你家里头来亲朋好友啊 你不能招待人家吃豆腐火鸡啊 你得给人家买真正的火鸡 否则人家没法跟你过这个感恩节啊 所以呢 他说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煎熬 首先在厨房要待好几个小时 烤那只火鸡 你没有个五六个小时 七八个小时是不行的 所以呢 他说这个是一个煎熬 他们还不吃 还专门供这个客人 亲朋好友来吃 这是第一个煎熬 第二就是 在烤火鸡的过程当中 人家来的客人和朋友出于礼貌 他本人作为主人也是出于礼貌 双方要进行那种他说是毫无意义 是应付性的礼仪性的叫做应酬 这个东西他说非常的累 所以见什么人要说说话 然后要跟人家对答什么 但是呢 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 这个是另外一个煎熬 所以呢 他心里头稍微有一点点内疚 他说哎呀 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不该说是松一口气 你看这个美国最大的一个节日之一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都取消了 大家见亲人什么的聚会的机会都取消了 心里应该有点难过才对呀 有点沮丧才对 怎么我觉得还挺高兴的呢 他最后呢 他就说 我坦白的跟你说吧 因为每次过感恩节我都觉得就一个字叫做累 这种累当然有的时候会被一些快乐所抵消 可是呢 由于疫情的原因 他现在已经整个的世界都逼着你放慢脚步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他突然就亮出了他作家的那一面 他就说其实仔细想想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戴着面具活着 这个是一句大实话呀 这个面具呢 戴久了以后 你这个脸啊 就长到那面具里面去了 这样的话呢 你其实缓慢的在失去了自我 这个面具具体的表现是什么 他说这个社会在教我们孩子 哎 你要有领导力呀 对不对 你要去练习你的演讲啊 你不能老是自己待着呀 你要扩大你的社交范围呀 各种各样推销自己和推销你产品的书和各种各样的方法 一直伴随着你 就让你觉得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没有领导力 如果你不在一大堆人的面前演讲 如果你没有推销能力 好像你这个人就有点问题一样 所以他在这呢引用了Susan Cain写的一本书 Susan Cain当年写的那本书呢 变成了畅销书 因为那个书等于也是走了一条挺一般人不提的 或者不开辟的这么一条路 这个书的名字就叫静 Quiet 然后它有一个副标题 在喋喋不休讲话的世界当中 内向的力量 哎呀 等一会咱们让这位内向的高宁给谈一谈 这个看见 这个书在说些什么东西 Susan Cain想再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在感恩节之际 我们是不是应该放慢脚步 聆听一下自己内心的声音 欢迎继续收听有中讯和高宁维尼主持的今日话题 今天跟大家讲的是Ariel Paul一篇文章吧 他就是在感恩节期间有些感触 就是今年的感恩节和往年不同 那么对他来说 他觉得这是个好事 因为他离本心当中 离内心当中那个自我呀 又进了一步 所以呢他是这样子 其实说实话 我跟中讯做节目这么长时间 应该说我跟中讯都还算是比较安静的人 尽管有的时候经常去出席一些什么聚会之类的 但是话并不是特别多的 尤其是节目之下 我觉得甚至应该说为是内向的人 对 对有可能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你仔细看一看他的那个文章当中说的那个事呢 你多多少少有点感触 你就觉得确实是这么样子的 他自己就说了 他就说这个作为他来说 因为他是歌手嘛 面对的一些不认识的人 他要表演 上舞台要表演 然后面对一大堆人 他要进行交谈 出席各种各样的活动 推销自己 他说实际上你看我在舞台上唱歌 你看我跟他们大家在进行交流 好像是这个推销自我 但实际上呢 他的内心相当的不能说是在哭泣 但是有的时候呢 他觉得相当的不自在 他觉得相当的勉强 他认为说 他说我宁可啊 有一个一对一的跟人家随随便便的 这个有一搭无一搭的这么聊天 他说甚至穿着那个睡衣都没关系 而不愿意一本正经的 就是和一大群陌生人不认识的人 呱呱呱的在那讲 自己也不知道该讲什么东西的这种谈法 所以呢他说这次的这个感觉 那总算让他松下来了 因为他说实际上我生活当中也很不如意啊 他说这个大家都说 这个2020年过得不愉快啊 尤其是新冠病毒造成了全世界的这个不愉快 造成全世界的阴霾 他说我个人也不也不是很好 工作工作没了 婚姻婚姻现在在闹离婚 自己呢他说我干脆收拾了 行囊以后住到一条小船上去了 这条船就在墨西哥呢 他说他说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非常坦白的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还挺喜欢这种生活 作家他有时候是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一个活动 叫做火人节Burning Man 那个火人节的宗旨呢 就是回归自己 也就是说在这个火人节期间 不许有任何人花一分钱 所有的都是以物以物 而且很多的区域是不穿衣服的 男女都是光着身子的 这个就坦诚相见嘛 对不对 刚才你还说穿睡衣呢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不要再戴面具 不要再装扮自己 就是以自己的原生回到这个社会当中 他也参加过火人节 但是呢他对火人节的感想是说 他说火人节啊 不是你想的也那么单纯 他说去以前要大量的准备精神上 完了以后好几个礼拜过不去 也是对精神上的焦虑 他又回到刚才说那个 Susan Cain的那本书就叫静 在喋喋不休的世界中内向的力量 他坦率的说他就是一个内向的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他说一个内向的人啊 他被这个社会给影响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他变成一个他有个叫永不可康复的焦虑 就已经过了那一关 就我永远回不来了 他这一种焦虑 好像就是说你是一个内向的人 你就不行 再比如说再说旅游 很多的人喜欢旅游这没问题 但是呢有两种旅游方式 一种是哎呀一大堆人 哎来了阿法尔贴塔来照相了 对不对 赶紧赶紧吃 这个什么今天吃什么呀 他说这种旅游他最讨厌 他喜欢是到一个那种 不是旅游景点的地方 一个异国的地方 而且他最好希望他去的这个地方 那些人听不懂他说什么 他也听不懂那些人说什么 因为就没法交流了嘛 我就不想跟你交流 对不对 我就是来体验 我不来找人来讲话来 所以他你说他是怪人也好 你说他说的这些东西能影响一些人 找到一些共鸣也好 这就是他在感恩节这个期间的一种心声 他就是说 他当然写这个文章也不是说把自己 就是亮出来给大家看 他其实还有一个含义就是 也是希望大家利用这个感恩节 安静的时候赶紧的对不对 把自己要看的东西看一看 他甚至说了一个英国的电视剧 对不对 要看的东西看一看 然后关键是把这个时间还给自己 对 就是他主要讲的就是自己叫做自我对话吧 跟自己来进行一个有意义的对话 然后同时他说这个时间叫做自我充电 在一个人安静的时候 自己想一想自己未来的规划什么的 然后自己给自己充充电之类的 他说其实这样的话挺好 但是他也理解 他说其实我和大部分的人不太一样 大部分的人想的是 什么时候我可以恢复到 这个就是喧喧闹闹 热热闹闹的这种聚会当中 什么时候我可以坐飞机旅行 到其他国家去旅游等等 但是他说这个没问题 就是每个人他有每个人不同的活法 他说我就是从今年的不同的感恩节当中 略有一点感悟而已